這杯就非常好 感覺上好像喝酒 對對對 這個就真的是用調酒的概念跟想法 來做甜酸咖啡 這是什麼 這個名聲也很特別叫做羅馬帝國 當你嚼了一下之後 感受到我們剛剛講的檸檬的酸 糖的甜 檸檬的那種香味 跟糖的脆吧 這個時候咖啡分兩次把它喝完 有 有沒有羅馬帝國紅豆漬 有 OK 這感覺好強烈喔 台灣得盡 你知道台灣人有多愛喝咖啡嗎 小小一杯咖啡 每年就能夠創造一百四十億元的商機 從三十五元的平價咖啡 到上百元的精品咖啡 在這麼多的咖啡高手中 居然出現了一位咖啡王子 他不但可以在咖啡上作畫 甚至還贏得世界冠軍 平凡的咖啡 到底是要如何變成藝術品呢 哇 這咖啡寫色可以畫這麼棒喔 真的是藝術品耶 而且他 這個年輕人他腦袋裡面在 帶什麼東西 小馬 你在幹嘛 你在看什麼 你是那個老闆喔 對 你好 你好 林先生嘛 你好 你畫的好棒喔 不是啦 這個不是你畫的 不是啦 你要看咖啡寫生是不是 對 我帶你去看 走 這不是你看 對 好 現在呢 這咖啡是什麼樣的咖啡 Espresso Espresso 濃縮 濃縮的咖啡 我看不出來你有在弄什麼圖啊 有 有圖出來了 哇 你剛剛倒下去的時候沒有圖案耶 對啊 你剛剛倒下去的時候你怎麼用眼鏡去判斷你的 你是怎麼倒出圖案來的 我還用了手的技巧 用手 對 讓牛奶倒入的過程 去形成圖案 去形成圖案 可是我們露點 就是我一般的 我是這個一般人 看到的時候 我根本沒有看到你在做畫 我就看到你牛奶倒進咖啡而已 然後它就會自然的 但它就浮不出來 就會有這個東西出來 所以就是神奇的地方 你看看 這變出來的圖案 很漂亮的那個天啊 而且天啊那個頭 還是愛心形狀的天啊 對 所以這樣子 這個就是說 你每一個圖案呢 要自己設計完之後 要配合你的手的技巧 配合牛奶它整個拉 拉牛奶的一個力道 對 過程 然後你在下去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心裡面很有把握 因為它浮出來的東西 就是造成作品 對 你後來沒有辦法用什麼湯匙去倒下去 對 我們沒有用過其他的工具 真的喔 我一直以為說拉花是說 把那個咖啡煮好之後 牛奶倒下去之後 用湯匙 把那種牛奶化開 然後化成那個樣子 對 一般的人都會認為是這樣 但實際上我們是利用牛奶 倒進Expresso咖啡裡面 然後對一個晃縱技巧 讓湯匙自己浮現出來 自在的悠遊在咖啡與奶泡之間 這獨特的寫真拉花技巧 至今已經發展30多種圖案 東元也不吝嗇分享 甚至還出了書 教導咖啡愛好者 現在大師已傳輸新法給我 接下來就要看我的表現了 嗯 準備好了喔 好 開始 要先倒到又分了喔 對 對 然後開始照著你的台下 開始照我的想像 OK 等一下 我的還是要用器具呢 要畫我的東西要 我的東西要試到補強下的 OK OK 太好了 哈哈哈哈 各位觀眾 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你這整個 海螺 這是 唉唷 鸚鵡螺耶 對對對 這是完美比例耶 真的要達灣西的鸚鵡螺 那個完美比例耶 這鸚鵡螺哇厲害耶 你看我這個 有沒有很可愛 有 蛤 你這什麼 你猜猜看 什麼 是青蛙嗎 不是 他是一個會游泳的小孩 真的嗎 哈哈哈哈 欸青蛙 我的青蛙 好可愛喔 欸我發覺我有另外一個個人的Style 對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拉花呢是一個就是 增加你喝咖啡的時候一種情緒 沒錯 而且也要每一個人呢 自己發揮自己的想像空間 那如果說能夠發展出更多不同的圖案出來的話 這個消費者來這邊喝咖啡的時候 欸 就特別有感覺 對它會有種加分 對有一個加分的作用 會覺得這杯咖啡變得更好 是 如果你以為拉花是最厲害的鴨香寶 那可就大錯特錯啦 沒想到平凡的番薯 搖身一變 居然也能夠成為咖啡的最佳伴侶 你沒有聽錯 就是喊吉 這一杯呢最經典的非禮莫屬 也是當初東元另外一項 創造世界咖啡大賽冠軍的主角之一 究竟這番薯加咖啡 會爆出什麼樣的新滋味呢 這個咖啡它喝的方式也很特別 它會讓你感受不光的層次 用眼睛喝嗎 對你眼睛是會看到 它看起來不像一杯咖啡 對它看起來甜點 對真的很像甜點 那首先我們會先吃這個地瓜片的部分 好 那你會吃到一個脆脆的焦糖 OK 我先這樣吃好 最後一個焦糖薯片 對 對第一個口感的味道 有沒有很好吃 好吃 很像就是一個甜點 對 那這時候再喝一口冷奶泡跟咖啡 那你這時候是不是會感受到 哇 還戀愛了 對那種綿密很滑的奶泡 然後跟咖啡還有剛剛地瓜的味道會結合在一起 哇這是剛剛在一起的感覺 對 那之後呢我們可以用湯匙把下面的地瓜 最濃厚的部分 跟咖啡跟冷奶泡做整個混合 那這個時候呢你在喝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個很神奇的效果 你先不要講好 我來看看我會不會感受到你那個神奇的效果 我這樣OK了嗎 對差不多 差不多 我們把它均勻的攪拌 好 OK OK 怎麼樣 有沒有覺得 很神奇的效果 怎麼會跟地瓜 一個新的味道 天啊 他們真是神龍配鳳凰 天下無敵王 太厲害了 這真的是另外一種絕配 就好像涼麵一定要配合味噌湯 是 對不對 或是什麼臭豆腐要配泡菜 對 沒想到這麼好的東西 而且當你邊喝你可能會吃到 那個番薯的起司 跟可能咖啡豆的部分 你會產生不同口感跟層次 所以你會在這個飲用過程 感受到很多驚喜 東元我覺得你真的是不錯 台灣之光 還有沒有絕招 有啊當然有啊 東元的創意咖啡 每季都會更新 到現在推出過的創意咖啡 就超過三次種以上 真的是打破我對咖啡的既定印象 沒想到喝咖啡也能是另一種樂趣 那我們現在買杯快點喝 我們先喝這一杯好了 先喝這一杯 大杯 對 有沒有聽到 欸有聲音耶 為什麼有聲音 這是第一個 我創作的有聲音的創意咖啡 對 對 上面是放了什麼東西 為什麼會有聲音 放了一個特別的東西 你等一下喝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 這個是一般的咖啡 但上面放了你特別的創意 對 突然很炫有聲音 軟軟軟軟軟軟軟 visitor 十二便 用葡萄當元素 那我們把葡萄的葡萄汁 果肉跟葡萄的冰沙 還有最重要的是葡萄的跳跳糖 然後讓它跟咖啡結合 然後在口中不斷的 就是因為跳跳糖的作用 反而讓很多味道會變得更鮮明 很厲害 我覺得我等了三十年之後 超有這杯咖啡的 而且這個咖啡喝起來是一個很清爽 對 你會想要一直去喝它這樣 好喝好喝 這杯讚 好不好 這杯有什麼名字 這個叫酷咖啡 酷咖啡 我們喝起來覺得很酷 喝起來之後整個人就覺得自己很酷 這杯 這杯就 這個好像 感覺上 感覺上好像喝酒 對對對 這個就真的是 用調酒的概念跟想法 來做一段咖啡 這是什麼 這個名稱也很特別 叫做羅馬帝國 喝的時候就跟調酒很像 我們先把上面的檸檬片 跟我們特別調的這個糖 是甜菜糖跟咖啡冰糖 是 當你嚼了一下子之後 我們就喝咖啡的部分 是 咖啡它有 檸檬的酸 糖的甜 檸檬的那種香味 跟糖的脆 這個時候 咖啡分兩次 把它喝完 然後 最後一口再乾下去 哇 我是說 哇 哇 哇 有沒有 現在所有的味道 會沖上來 然後在嘴巴再打上 有沒有羅馬帝國碰到 有沒有羅馬帝國碰到 有 有 OK 這感覺它好強烈喔 那這個時候呢 味道會開始被融入在一起 嗯 那所有的味道會 會形成一個非常好的運韻 對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 這個命名叫羅馬帝國 嗯 它是在整個味道上的標誌 對 不僅是在食材上的突破與搭配 視覺甚至於味覺 都能夠顧得恰恰好 世界冠軍 咖啡王子 林東元的創意 還有對於美杯咖啡的用心 真的不禁讓我佩服了起來 有空呢 在台北的巷弄街頭 別忘了進到店裡 來喝杯東元的創意咖啡喔 世界之大 無奇不由 富爾摩莎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湾 雷